为什么说假话在有些地方泛滥成灾 因为在那种地方说假话它才能存活 说假话它才有利益 说假话才是官话 说假话是那里人们从小养成的文化 有些人不说假话 大话套话空话他活不了 他反而听不得别人说真话 那是因为他内心有鬼 当说假话成为风气成为常态成为潮流 说明虚伪已经占上风天昏地暗必有凶象 假话大话套话空话说的越多 就说明心里的病越重 说的人越多就说明他们已经病入膏肓 他反射出人们的内心的贪生怕死 见利妄议屈言覆世的阴暗面 他折射出了更多人的纵容麻木和冷漠 他其实就是社会人格懦弱的 支不起腰的鲜明写照 把他人购写的图辑到 了 谢谢大家